大家好,我是好主播Karen 現在教大家做一個高力豆沙 餡料我會用這個豆沙 當然可以加一個香蕉也沒問題 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蛋白和生粉 先將蛋白放一個大盤 這裡有四種蛋白 然後放糖 剛才說了,糖是兩茶匙 然後用攪拌器 要怎樣處理呢? 我們需要令蛋白發起身 我們首先用中間的速度去發白 然後就可以加速了 大約看到已經站好身 這樣就可以關掉了 然後我們再加入生粉 生粉是40克的 然後攪拌均勻 同一個方向順時針 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開始開鍋 就準備炸了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準備鑊 然後先放油 這次我們用一個炸的方法去做 然後溫度呢 其實就大約是80度左右 我們不用將油煮沸 才開始處理 我們差不多80度開 我們就可以把高力豆沙放下去 慢慢炸了 我們可以先找一個羹 鋪一半左右 然後就可以放一個豆沙餡 那你是紅豆也可以 豆沙也可以 或者你喜歡一些生果 好像香蕉一樣 都沒有問題的 那放餡之後呢 我們就再放一些 就上面蓋上它 想要做好一點 就可以做一個圓形的樣子 就可以了 漂亮一點 就可以放進去沙餡了 炸到金黃就可以撈起來了 一上碟的時候 立即可以撒上少許糖霜就可以了 把水打給你 在這裏的屁股裡 填在深淵補糖 他在深淵補糖 他在深淵補糖 他的填補糖 他在深淵補糖 他會被放在深淵補糖 他會被放在深淵補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